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撸串了 然后这么多串才17块钱 好像是因为做活动还是什么 反正才17块钱 真的很便宜 所以我就买了一下嘛 不过也不是特别多哈 对 然后我们今天不喝可乐 今天我们要喝一款饮品 叫做蜂蜜柠檬百香果 我们要尝口 真好喝 好爽啊 就是我特别喜欢这种渐变色的饮品 就很好看 好看的吃哦 这个应该是鸡针 还蛮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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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豆片 他们好像有什么蜜汁甜料 味道可以的 而且他们这个甜点 真的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吃 调的不错 这个吗 感觉这个应该是长中宝 哇 哇 这个很好喝 先用这个勺子来弄一下嘛 搅拌一下 超棒 这款的话我就是可以热的和冷的嘛 这个就像名字的蜂蜜柠檬百香果 里头就是有蜂蜜 然后还有柠檬 还有百香果混合 然后都是很健康的一种三个食材嘛 然后我是加冰块 然后加入这个酱汁 然后再放入雪碧似的 因为我觉得雪碧可能会很甜 会更好喝 然后真的超级无敌好喝 这就是酸酸甜甜的 就是蛮清爽的一种口感嘛 那当然也可以大家可以直接加水啊什么的 都挺挺好的 淘宝上买了 这个是淘宝你们搜米店 应该就搜了 银叶子的香果蜂蜜 柠檬茶还是什么的 现在是骨肉香蜜吧 现在是骨肉香蜜吧 国家也很重要 在我喜欢 fatty Å company 新春菇 新春菇 虽然很难嚼 但是真的 超爱 棉糕 方式有人问我这家店好像什么 骨棚第一闸 你不知道是不是 连锁 连锁 南方人是不是管勺子就要调鸡啊 你看条根是勺子 这名字好奇怪啊 可能说我真的没怎么听过 我以前听过但是一直没有真正的去想条根是什么 当时好像是有人跟我说 小根是勺子当一个旺 哇 香菜豆腐卷 嗯 它们家还有两款零食蛮好吃的我给大家推荐一下吧 那是这个米剑的红薯片 这个叫做是龙眼耶肉球 真的这两款真的蛮好吃的 我挺喜欢他们家的零食的还有这个饮品 不过我最喜欢还是这个饮品 你知道吗 加上雪碧 还有这个酱真的是夏日神器 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很喜欢他们家 就是他们家老是用风一样的东西来做 这就是蜂蜜红薯片很大片 然后切的非常的薄 就是现在就是你们这个可能看不到 但是我从这都是可以透过去的 然后这个吃起来非常脆 然后就像怎么说呢 就我觉得光吃红薯片就是会有点单调 但是这个就是上面外面裹的一层蜂蜜 这很甜很好吃 这个我以前也经常吃了 我真的很喜欢 大家想吃红薯吗 我真的超喜欢吃红薯 我又记得以前我对红薯一般都是很一般嘛 但是有次我去的那种上海动员 他们外面好像老是有卖烤红薯的 然后我爸就给我买过一次那个烤红薯 哇 从此以后我爱上了红薯 就那种冬天的时候就是吃那种香喷喷的 我当时好像六七岁吧 这就可以看到蜂蜜 你这个蜂蜜跟红薯是真的很配 龙眼椰肉球 然后这款就是它吃多了不会上火 因为它是低温油浴做出来制作出来了 所以就是吃多了完全没毛病 就是龙眼肉 真的味道非常浓郁 还有这个椰蓉 它就这样外面一层里头一层的 这就是属于越嚼越香 嗯 嗯 陶葵很喜欢吃这块 这讲得点像双翔泡哈 他们还有香芋片 不是红薯片 他们还有香芋片 嗯 嗯 那也是骨肉少年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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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肠很好吃 它嚼不動 醃不進去 它很體驚的 叫作用高麗粉 它是很香的 安心 醃骨 它是相當很是üyor 又吃 oily 口 韌吃 醃骨 是給水 去味 回味 魚 醃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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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下酒 醃製 今天真的有一點點瘋 可能是因為剛起床吧 然後貼機有那麼好 也讓我很懵 這個習慣也可能是因為 我以前都是大晚上的寫作業或者複習東西 因為大半夜的 因為不知道為什麼高下學或者晚上太早了 我就是真的集中不了精神 只有到最後一刻 我又知道我再不負期我再不寫我就完蛋了 然後到那時候我就會主動去寫 所以我一直玩遊戲玩遊戲 或者幹嘛幹嘛的 一直到突然我自己感受到了危機 我才會去做 但是有時候也有一種風險 就是我感受到了危機 那時候我就覺得太寬了 我不想做了 算了吧明天就玩吧 但是我又不做完一件事情 不把我作業做完我又玩不踏實 真的就是老實在想著哎呀我好久都做了 我還留在那樣 我有了複習啊 然後就挖擦了 好爽 還有一個 我吃了吃了都睡著了 呵呵呵 天氣真的不錯 哇 待會要去把我的一個 買的一個很大的枕頭樣的一個床給拆了 一個龍貓床 就放地上 肯定死宅天堂肯定超級舒服 有機會給大家錄個room tour吧 因為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我就覺得房間雖然很亂 但是我特意喜歡我的房間 就簡直就是我的人間樂園 還要訂製一個東西 東西就上面寫了人間樂園 掛在我門外 對了 因為我房間真的很有意思 大家想看的話可以刷個東西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好了 謝謝大家支持喜歡和鼓勵我們 下期再見 拜拜 兩分還是一個小伙子